有民众趁着在停红灯的空档,从快车道开车门下车去买东西,或者是骑车碰上了下雨,就直接就地穿雨衣。 但其实,这两项都是违规行为。 警方表示,一旦驾驶离开了驾驶座或者是机车,就算是临时停车。 画面上前方汽车男驾驶行经高雄岡山的公园东路,趁等红灯下车冲去对面买早餐,副驾驶座女性乘客也跟着下车换去驾驶座,等男驾驶买完回来,两人接手又换回去,短短两分钟内完成一连串动作后正好绿灯,网友戏称驾驶是时间管理大师,但其实这些行为已经违规。 实地走访钢山公园东路,这个路口因为跟台一线极多条道路交汇,所以红灯通常要等两分钟以上,民众看到影片表示, 驾驶可能是当地人才会知道红灯酒道能下车买东西,但不认同这样的行为。 不管是趁等红灯时驾驶下车买东西或交换驾驶, 甚至骑机车遇下雨趁红灯就地换雨衣,只要每一交通标志标线规定停车依法都可罚三百到六百元罚还, 警方也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,不要贪图一时方便处法得不偿失, 记者陈焕宇、徐振军高雄报道